欢迎收看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Stephanie舒婷 你是不是还记得这样的一则新闻呢 吉隆坡地区的娱乐场所 将会从今年开始凌晨1点之后都不能营业 这让很多人担心 吉隆坡没有了夜生活的特色 那当然联邦直辖区部长卡丽沙默就澄清 不是所有的娱乐场所营业到凌晨1点 而是要根据他们所申请的执照营业时间来运作 分别有三个时段的 凌晨1点 凌晨3点和早上5点 不过呢要限制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 也不是没有道理啦 就像泰国那根据现行的法令规定呢 泰国的娱乐场所打烊的时间 是从午夜12点一直到最迟凌晨2点 以避免社会问题的发生 但是呢泰国观光季体育部在日前就提出了新的法案 要求在特定的地点的夜店 包括曼谷 谷籍 甲米的部分夜店 可以营业到凌晨4点 以便能够增加外国人在泰国的娱乐消费 那当然有组织就对着政策 马上发表反对的立场 其中监督酒水业民间组织 昨天呢就提交了反对性 该组织协调工作专家说 这个会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 包括交通事故 违法行为和打架斗殴等等 他希望政府在旅游业方面加强和关注文化和自然美景 那另外减少事故民间组织负责人也说 交通事故经常是发生在下午4点到傍晚6点 以及午夜一直到凌晨2点这两个时段 所以呢如果延长娱乐场所营业的时间到凌晨4点 可以喝酒的时间就会变长 这样呢会给一大早就出门的人带来影响的 包括学生和商贩等等 那不管怎么样 总理巴育就认为延长娱乐场所经营时间 必须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且呢要和警察单位 内政部等等有关的部门共同商讨 以解决夜归者的安全问题 好了 昨天聚焦东盟不是有聊到牛车水的嫦娥装饰吗 男子气概配上女性的服饰 让人觉得这嫦娥长得很像人妖 不过呢相隔一个晚上 嫦娥变漂亮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P图 那当然当地的电台就强调 这可是嫦娥的最新长相哦 那说到P图的功力啊就要跟你介绍越南的一位神P图手 灰轩麦 他把自己披进了各种电影和电视剧的场景里面 而且呢明星们的日常生活照片中啊 也能够看到他的踪迹 高超的P图技术让他看起来呢跟这些场景毫无违和感的 可能让人感到突兀的就是他圆润的身材和那件花花裤子吧 那当然P图可以是很搞笑也可以很暖心的 有一名泰国摄影师Troop 遗憾自己从来没有带过自己85岁的老母亲出国旅游 那现在呢母亲的身体状况欠佳 想要出国却感到无能为力 所以呢他就把母亲的照片 P进自己出国的旅游照片中 背景呢就包括了巴黎的爱菲尔铁塔 意大利的威尼斯 南非的开普敦和东京等等 母亲看到儿子的P图之后感到十分的欣慰 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和儿子一起出国 但是看到这些照片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Troop呢也希望通过这一组照片可以提醒更多的人 趁年轻的时候 趁父母还没有老的时候 多带他们出去看看世界 好了不跟这些高超的技术P图比较哦 我们一般上P图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美美的照片 色调可以变漂亮一点 下巴尖尖 眼睛大大 皮肤滑滑 哎怎么P了之后的照片和真人的长相差那么远啊 难怪说不会化妆不佑景 最重要的是会P图 大妈也能瞬间变成少女了 不过呢P图的老东家Adopt就坐不住了 自己的设计自己负责 他决定将人类打回原形 那最近呢Adopt就打造了一款反PS的神器 专门识别被修改过的面部图像 而且呢识别的准确度是达到99%的 你的美图有没有被P过 它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那目前呢这反PS的神奇功能 只能够用在Photoshop处理过的照片 也还没有真正面世 不过呢网友们就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有网友就说 以后再也不能愉快的P图了 那然而呢Adopt研发反PS的神器 绝对不是因为将你打回原形了 更多呢是出自于现实的因素和考量 避免网上出现太多虚假的图片 和假视频泛滥的现象 好再来换一个焦点 酒的生产方式呢通常有三种 发酵 蒸馏 配置 你知道吗 原来世界上啊有一种树 它本身就能够产久 而且呢只需要短短的半天 就能够酿好了 这种树的名字叫做唐宗 是柬埔寨的国树 所以呢在柬埔寨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 唐宗长得非常高大 树冠呢是一个聚散 树叶呢就是一个大扇形 唐宗这种树啊有很多的用处 首先呢它可以产 糖汁 在建埔寨总会看到一些人在叫卖一种叫做糖 棕水的饮料 其实呢这种糖棕水就是糖棕的汁液 那这种糖棕水的味道非常好 特别的甜 喜欢吃甜的朋友呢 一定要尝一尝这糖棕水啦 但是呢这种糖棕水的保质期很短 如果新鲜的糖棕水一时间喝不完 又来不及放进冰箱冷藏的话呢 只要半天的时间 糖棕水就会发酵变成酒了 有没有觉得买一杯糖棕水就能够喝到两种不同的味道还蛮划算的 那除此之外呢这种树的汁液还可以制糖制醋 而这种树的其他部位呢也非常有用哦 比如它的叶片呢是可以变成屋顶的盖 也可以编织成席子和篮子等等 再来带你关心各报的重点新闻 The Star新报系统故障航班延误 吉隆坡国际基础两个中站KLIA和KLIA2的系统出现了故障 引发一连串的情况 包括了航班延误 无线网络接连系统 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和行李办理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网络安全专家就认为 机场务必有一套作业程序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新州日报 杨祖强今天被控 全国刑事调查总监胡兹尔证实 毗利州行政议员杨祖强今天早上 将在刑事法典第376强奸条文之下被控 一名23岁印尼籍女佣上个月8号向警方报案 指自己被雇主杨祖强在住家内性侵 南洋商报 首购物批贷率预料增加20% 财政部长林冠预测 随着国家银行放宽可负担房屋基金的购物者申请资格 预料首购族房屋贷款申请的批准率也将增加至少20% 而这项预估是根据房贷瘫痪期从30年延长到40年得出 中国报 车祸纷争撞死人 被告被控谋杀罪 说自己被驱打成招 水州家印早前发生车祸演变成谋杀的案件 41岁华裔司机昨天被押往家印法庭面控谋杀罪名 一旦罪成唯一刑罚就是死刑 另外被告的代表律师透露 被告在扣留期间曾经被驱打成招 光明日报 小五女生向小六男生求爱 各大士大福利局儿童保护 昨日前在脸书揭露 指击打亚罗士大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女生 写情信给六年级的学长 要求发生性关系 而女生还在信中声称 只是一次不会怀孕 光华日报 内阁不曾讨论改组 财政部长林冠英证实 首相瓦哈迪前天召开了政府主要领导人会议 但是他们不曾讨论内阁改组事项 言下之意 似乎否认自己将被调职房屋及地方重服务的传言 988聚焦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下次再聊